最後一次,他跟他媽媽講說 你準備一些句子、糊塗 我下次回來收,你再給我 我是在身上做一些相思木 為什麼?因為這附近都是礦坑 礦坑的坑道全部都是用相思木 下去支撐的 因為它韌性比較大 然後許許許許願就講說 我就在乖乖這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查 然後 果正我們馬上就判斷 你四點鐘離開 一定要趕快離開你的家裡 要回到你工作的地方 然後 四點鐘在天黑的時候兩個鐘頭 那你有兩個鐘頭的車程 你可能也沒辦法坐車 也沒錢坐車 那只有一個石錠嘛 不然就石溫了 不然就是基隆那一方面的山區 就這樣研判 那應該就是在石錠 然後跟溫萬金講的一模一樣 然後十一月 那個是十一月二十五號 就著手在十二月二十八號 開始要來動手 然後十二月二十八號 那一天剛好像這樣子 那一天剛好是選舉 真的先研 然後 總共動用的時候 那動用之前先 毛仁鳳 保密局局長毛仁鳳 先跟蔣介石報告 哇 蔣介石被破壞 現在又開始發作了 馬上說趕快 台北衛西施 保安司令部 然後所有的保密局 然後附近的連基隆要塞 全部都進入狀況山 就是備戰的狀態 然後每50公尺要放一個哨 剛剛我們走的南深公路 然後縱貫鐵路 這個整個縱貫鐵路 一直到這個平溪線 整個這樣子叫做鐵桶包圍 整個總共一混六千左右 這個應該比較精確的數字 然後就開始 然後電纜線 然後就跟蔣介石